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倒入冷杯里面 再配上面包 蘑菇汤配上把棍 在面包上涂上牛油 涂上牛油后 放进烤箱180度3分钟上下烤 在面包上撒上大蒜 180度烤上面1分钟 大蒜法官面包跑好了 面包沾蘑菇汤吃 简单的早餐就这样 出门去找榴莲 农村榴莲种子比较大 果肉比较鲜黄 种子小粒 如何开猫山王榴莲 拿个盒子把榴莲装上 好像还缺点什么似的 开箱是两台东西 开箱是两台东西 三猪 来开箱这个的时候 销唐肉比较大 销唐肉比较大 马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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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寻找传说中的猫山王榴莲 一贯需要RM24.50 闻看有猫山王的味道吗 今天吃什么 这边里面有蘑菇猪肉 还是蜜汁鸡翅 盐胡椒粉腌制一下 再倒入牛奶泡着 之后把牛奶倒了 撒上一些面粉 撒面粉之后加入鸡蛋搅盘 倒油开大火把鸡汁放入 25分钟后翻面 酱料之边加入牛油 切好的大蒜下锅慢炒 需要味道更佳 可以加入小壳慢炒 生抽三汤子 蜜汤三汤子 把炸好的鸡翅 放入酱料里慢炒 照片只供参考 开餐 感谢观看 你们的封城生活又是怎样呢 MING PAIN 那是8-12 我把他拒絕了 16-12 然而緊張時刻看看這個RPM給我的反應